現場5 4 3 我們這一集呢 繼續歡迎到邱醫師 邱永林邱醫師 因為上一次人家講到一半 就直接被咖掉了 所以就來新的一集 那歡迎大家來掌聲歡迎邱醫師 大家好大家好 我常常碰到一個狀態就是 現在年輕人不太聽你給他建議 為什麼 因為我走過的路 這不是賣老屁股 長輩正在講的啊 對啊 賣這麼多鹽比你吃過的米比較多 對對對 就這句話真是 我怕過的叫比你怕過的路比較多 有時候聽了就有點賭籃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我會 我會站在一個立場 就是認為說你可能會碰到什麼事情 是你下一個階段會碰到的 你今天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下一個階段你就會碰到這個事情 對 那這是我的經驗 是 所以我都會特別謹慎的告訴 比較年輕的小朋友 不管你是研究員或是做節目的 我都會特別把他叫我辦公室來說 你今天開會的時候做這個決定之後 你可能會碰到什麼事情 對 可是往往 嗯 我跟他講十件事 哈哈哈哈 他聽0.5件 0.5 剩下9.5 沒有真的 我經驗這四五個小朋友告訴我 剩下9.5 他都照著自己的意志走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代差啦 可是最後真的發生問題的時候 就是我要去收拾 欸他如果沒有發生問題呢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就是因為做節目他有一定的順序 對 還有階級 嗯嗯嗯 這個節目很注重階級 什麼 製作人 監製 執行製作 對 執行製作人就是最高的 最高 對 然後製作人 然後製作企劃 然後企劃助理 等等下去 嗯 可是你會發現 他們都很喜歡挑戰前輩 現在年輕人很喜歡挑戰前輩 那前輩告訴他 他經驗的時候他聽不下去 我也很愛啊 還好啦 我告訴他經驗他也聽不下去 可是總是會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又要去收拾 那我怎麼要去教導新人 是因為他的心理素質有問題 還是他社會結構有問題 還是家庭生活有問題 那我未來要怎麼帶你 還是頭殼壞掉 喝重來我這邊 哈哈 頭殼壞掉 剛才就是要應徵這個工作 請打下一列電話 先找邱醫師 對啊 我先筛選過了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 時空環境不同 嗯 好像最近很流行這個答案 對啊 但是其實這也是 確實是事實 就是說像以前資訊 比較封閉 我們剛出來的時候 當然就是聽大前輩的啊 嗯哼 對 那網路可以找那些資料 對啊 對 然後連 那時候連手機都沒有 你怎麼隨時找到人 好懷念那個時代喔 連手機都沒有 對啊 然後 所以就是說 相對封閉的情況之下 有人給我們意見 那幾乎就是聖經的嘛 聖旨的嘛 我們就會去聽嘛 但現在不一樣啊 對不對 你可以好 找好多的資料 在一秒鐘之內 找了好多資料 對 然後你可以LINE的群組 對 不同群組 問不同的事情 嗯哼 對 所以我覺得 當主管的確是 現在比較難當 對 因為你要很多 格式 嗯 你要像一個工具盒裡面 裡面有很多格式頭啊 還要會用 遇到你就拿這個 對 螺絲出來 遇到他就用老虎錢 遇到他用什麼 嗯哼 變成要這樣子 現場有聽到要注意一下 對啊 不要以為這麼好看 真的 對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 主管要先花點時間去認識每一個人的性格 跟他的美感 有些人就是比較反骨 但他能力不錯 嗯哼 我覺得在職場最後都是講能力啦 對 如果有能力性格怪一點 OK 我可以容得你 沒錯 因為你真的很有能力 對啊 原來是這個原因啊 所以我覺得講到底 就是一個人還是要有能力 對 對 然後有能力的情況之下 我再去瞭解你的性格是怎麼樣 啊 你是早上比較好講話 還是你是怎麼樣 要用大數據來那個分析這個人 對 但是就是變成說 主管要好多的角色在那裡輪換 有時候是當教練 這個人是可以直接講的 嗯 對 那我就當教練 我直接告訴你要怎麼做 啊這個人呢 是要像啦啦隊一樣 比較有主見的 我們就當 我們主管就當啦啦隊長 有時候要當媽媽 嗯 阿爹啊 怎麼樣對不對 安慰他啊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主管就是說 你要好像要去修一點器具的 要欸 對 見人說人話 還是以前好一點 怎樣 單純一點對不對 對啊 但是你不能這樣講啊 以前的職場是幾乎是中生雇用制啊 對啊 對不對 嗯 以前很多的公司 很多工廠就是 你只要不犯大錯 就可以做到退休 對 就做到退休啊 鐵飯碗 但現在哪有 嗯 老闆主管自己可能都招不保戲了 都泥骨沙過疆了 哈哈哈 真的啊是這樣子啊 對啊其實 幹掉你的不是同業 幹掉你的可能是 你沒聽過的那豬八戒 就幹掉你了 喔好經典喔 對 幹掉你的不是同業 而是你沒聽過 豬八戒 指著我幹嘛 哈哈哈 怎樣 Cash到這個body language 其實不是嗎 那豬八戒在那邊指著 什麼意思 對所以現在是一個就是職場高度焦慮 然後高度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因應呢 是主管說嗯 好像你說的要扮演很多角色 可是我們還要面對上面的壓力耶 也是啊 上下夹工 對啊我們上面還有董事長 還有總經理還有特助耶 對啊 所以你要看你的老闆要看的是什麼 啊你就領比較多錢 你就多做點事 他說點事啊 哈哈哈 我真的是問心不愧耶 對啊 主管不是這樣 我做節目又要管董事會 其實我在民事啊 後來我是被評為A級 嗯 我是過年拿獎金 拿獎勵金 為什麼 因為我連休假都沒休過 你看我把我家庭 可能等於是都交給我老婆 我都沒有休假過 我每天就是很準時上班 嗯 你國定假日不然你端午中秋 我一定不會休假 我只有休過 哇哦 我在呃 民事三年都是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很謹慎去面對所有的政論節目 嗯 可是剛才聽邱醫師講完之後 我大概發現幾個問題 怎樣 可能我要求的節目品質 不是他們要的 不一樣啊 不是下屬要的 嗯 再來太多的 因為你知道嗎 做政論節目就沒了很多 嗯 你不可以去第四面 對對對 對對對 你不可以去第四面這個理會 你不可以去第四面這個節目 對啊 欸那很麻煩耶 欸這個 這個 這個評論員他背後是 這一圈 背後是 高度複雜 對那你在講議題上面 哦這個我不想講 啊他們雷稿的時候 我不想講 啊不能看不看 所以很多的妹妹高級 會讓年輕人感到挫折 對 可是我常想一件事情 我們那時候不就這樣撐過來 哪時候 就跟XX哥做的時候 不是這樣 對啊 我講出他的名字 要記得B啊 B這樣 因為他是政論節目 所以是始祖 嗯 可是我們就這樣撐過來 對 而且我跟過他的師父 也是我師父 王笨胡 嗯 他要求更多 他是日式教育 哦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在做節目 一個字講出來 衝到棚裡面 罵了你一頓 哦 馬上咔嗎 馬上在那邊罵嗎 Live 對啊 兩小時 然後因為我們收視率都在 0.8以上 好猛烈 然後休息 會中間有一段廣告非常長 20分鐘 就在罵人 他就進來 米宥來來來來 你太多一零雞 趕快來GO 哈哈哈哈 好狠喔 嗯 沒有他真的是這樣 我們是賺高度壓力 你要拿總持費 你要拿那麼高的薪水 是高度壓力 確實啊 可是現在年輕人不是還會想說 嗯我們不是主管 啊對 他們有一天會是主管 對 他們也沒想過有一天 他們會賺更多錢 對 因為他們永遠是嫌自己的 薪水不夠 對 這是一個弊病沒錯 可是我告訴各位 我出社會就只有兩萬六 我來台北就只有兩萬六 我拼到這樣子 是因為我一切都是忍下 可是我也不希望我的後輩 是這樣過來 就是說 後輩他認為說他的方式是可以要盡 OK 所以我常常會去提警 照氣缸 對 可是我常常就是這樣被討厭 哈哈哈哈 照氣缸做 對啦 所以每一個角色不一樣 不管是員工或主管 對啊 邱醫師剛才講的那種 心理上的調適是非常重要 還有大數據 就是你要去抓主管到底什麼時候 比較好說話 其實不是只有主管管理下屬 下屬也可以管理主管 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啊 這是我最近在學習的 嗯 講出主管願意接受的話 嗯 就是因為 對我哭了一次 對 因為真的是太太生氣了 很生氣 我就覺得說 老闆你為什麼死都聽不懂我說的話 嗯 可是後來朋友開刀我說 其實是向上管理的問題 就是你要轉換你的語言 是他聽得懂的 對 他就會接受 我們先聽邱醫師解釋好了 哈哈哈 他解釋的挺好的 對啊 他聽他講一下向上管理 對啊我只能講這淺淺的 向上管理 嗯 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是先了解你自己的情緒在哪裡 嗯 我們從EQ的角度 就是說欸我對我老闆是又愛又恨 還是只有恨啊 簡單一點來講啦 對 第二個就是管理自己的情緒 了解自己的情緒 管理自己的情緒 嗯 管理就是說好那我這件事情 我還是需要老闆提單子嘛 我才可以做嘛 對啊 那這是我的目的嘛 對 目的在那裡 但是手段很多個嘛 對 對 所以我是要呃 我是要直接跟他講 還是我要修飾一下跟他講 還是我要透過別人跟他講 嗯 就很多管道嘛 好第三個步驟就是 了解老闆的情緒 嗯 老闆現在他有沒有什麼 他覺得更重要的事情 我這件事情排到第十二位了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要去碰釘子啦 嗯 因為老闆前面的agenda那麼多 嗯 好 沒空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你了解他的情緒 了解他的那個優先順序之後 嗯 你才能真的去管理你的常識 心動 對 所以我的方式是對的囉 就是不讀line 哈哈哈哈 沒有 你那是基本上不是每個人可以copy他的模式 對啊 這麼可能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到某一個level 你才可以這樣做啦 對我們還不到 所以有時候主管都還是會直接打電話過來 喂喂 你有看我的line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做的不錯的地方是說 不好意思喔 啊 啊 對對對 他都用不好意思 他會先不好意思 但是還是繼續講 對對對 他沒有管理他只是不好意思只是一個開場而已 對對對 沒有真的不好意思 然後 然後隔天就問說 啊不好意思 啊那個那個 啊你又不覺得這樣的人就很吃香啊 他就都這樣啊 對啊 所以這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啊 沒辦法逃過他的魔力就是他的不好意思 對 然後清真序然後你寫完了沒 對你寫完了嗎 嗯 不好意思我有點敢可以趕快給我嗎 我一定要用齁 對對對 然後其實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講說 就只有被他冰等 明天 你現在才跟我講這樣 之類的 對啊 然後就說 我買這個要送你 哎呀 對 老闆很會製造欸 很重喔 對 所以我以前帶團隊就是發獎金 嗯 因為我很喜歡發獎金 嗯 我不會把獎金放在我口袋 水 幹大事的 沒有沒有因為我們的獎金 你為什麼眼睛一直炸 我會等他發獎金 分屋下來之後 在等他 就是進到你個人戶頭 嗯 然後那個義務部就會進來 我習慣就是再把他領出來 我會叫誰去領 誰 叫我的秘書去領 因為讓他知道我戶頭留多少錢 哦 只是一個心理啦我覺得 對對對 然後我就領出來之後 他有可能會去講啊 對 然後他就會去說 啊沒有跟拿到兩萬塊獎金 他分給我們欸 對 全部分給我們 他講比有你講有公信力啊 對 然後我就會一個一個 叫到我辦公室 欸好會喔 比如說這一個來 真的很會 這一個來之後 我會再說 欸你等一下叫那個 嗯嗯嗯 差遠進來 對對 不管我喜不喜歡他 對 還是會發 我都會發 那你會發一樣嗎 不會 講出來 講出來 他們不會逼次去問嗎 說欸哪有多少錢 不會不會 我覺得這個倒是現在職場 蠻好的一個地方 像我到現在不知道他們先睡多少錢 我不會跟你講的 我都可以講 我無所謂 我不想知道 因為沒什麼錢 對 對啦 真的媒體蠻辛酸的 對啊 都是要靠興趣 所以我都會用這種 講傻的方式 請他們配合 可是我算是 比較 比較輕聲的 輕聲 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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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剛剛謹慎是什麼 輕聲 輕聲是謹慎 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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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 那我們講到職場之後 我們來講一下方外篇 因為像剛才我講的一個 血型 星座 解夢 很多心理醫師都不喜歡 我之前看過一個 一本書叫做什麼 男人愛說謹 女人愛哭 為什麼女人愛哭 男人愛說謹 蛤 女人愛哭男人愛說謹 沒有欸 那裡面就是很多 男女的那個什麼 科學 身體 大腦的差異啊 對 OK 那我們對心理醫師 都有很多迷思 找心理醫師 是因為我心裡有疾病 我才會去找心理醫師 對 心理醫師好像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對 對啊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有錢人 為什麼要去找心理醫師 要去找心理醫師 要花那麼多錢 嗯 然後不就去躺著聊天嗎 對啊 你要倒立也可以啊 OK啊 對啊 我覺得要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 對 因為我覺得找心理醫師不可恥 對 然後也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沒錯 然後這是對於未來 你在很多事情上面的發展是好的 所以我們要請邱醫師來解釋一下 還有幫我們講一下節目 解夢 解夢人 解夢海飛 即興教授到這邊來 突慢去 好 首先講 大家比較敏感的說 看心理醫生是不是真的很貴 其實我可以這麼說 從 五十塊到五千塊都有 五十塊 縣市也有的那個社區健康中心 你只要健保卡 給他 加五十塊錢 就可以跟心理師談三十分鐘 一對一的喔 我怎麼都不知道 對啊 所以現在大家知道囉 不用不用 現在不用 對 但如果說是外面的心理智商所的話 對 那當然就是看你的經驗 你的資歷 還有你的專長的領域 那如果你的專長領域很特別 比如說你是看強迫症的 對 那可能就是一小時三千以上 一小時三千以上 但是我覺得 貴不是重點 是有沒有效 對 這才是重點啊 對啊 有沒有效啊 所以價格的部分就是 差距真的蠻大的 那我另外一個很好奇的地方 你有看過五間道嗎 有啊有啊有啊 我超想告他的 為什麼去看心理醫師一定要躺著 還可以睡覺 電影都這樣演了 可以聽音樂是真的嗎 聽音樂是真的啦 是真的 可以躺在那邊 我跟你講我 我心理醫師穿得很辣 在那邊靠他那邊 對啊他穿絲襪 我2004年開業 開業我就去紐約家具買了一張 十幾萬的那個人體工學的椅 對 對 那很好睡 然後我想說 這樣應該很高檔啊 對對對 結果你知道開幕兩年多 沒有人躺在上面 因為我們台灣人太害羞了 而且會怕 對 躺在上面醫生會對我怎麼樣 藝術品 對不對 真的很怕他的雕像 對 裝置藝術 坐上去會壞還是什麼的 所以不是真的要躺在那邊 不是啊你可以坐著啊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有那個沙發 兩人坐三人坐 那這樣做家族治療 你可能就要那個 四人坐L型的那種沙發 就是爸爸媽媽小孩 家族治療 對家族治療 那什麼叫家族治療 就例如說爸爸媽媽要談離婚 然後征那個抚養權 對 也是要找心理醫師對不對 比較好 對甚至有些法官會說 你們要先找一個心理師 評估一下 哦 是不是真的該走到這條路這樣 對或者是小孩究竟是 就比較想跟誰 有時候小孩不想選啊 嗯啊 你們離婚是你們是為什麼我要選 對啊就是干我屁事這樣 對小孩才要選 大人都全要這樣 對 所以有時候法官就會order他們 就說那你要去跟心理師談 你們都弄清楚了 再來講這樣子 那我們常看那個報紙專欄 有那種心理小測驗 OK 譬如說我選這個香水 香水的顏色 對 然後選了之後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A型人 這樣 我不敢說別人怎麼設計 但如果是我設計的話 我一定會運用心理學的理論跟原則進去 對 為了就是有些節目也很喜歡叫我設計心理測驗 你自己擦好好玩那種 對啊 有時候看到這個圖 你們先看到哪個顏色 或先看到哪個部分 紅色 那個紫色 看到紅色代表什麼 看到綠色代表什麼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真的是有效的 如果是我設計 我一定會想出一套原則或理論 再去套 再去套 哦 對 所以有些是假的 有些我一看就覺得它是在唬爛的 哦 確實啊 對 有些網路上都這樣啊 就像寄生上流那個 對啊 都唬爛 你ABCD都很像我啊 那到底哪個才是我 但是這種測驗其實也是有很專業的 像有一種測驗叫做羅夏克墨基測驗 它基本上就是把幾滴墨水噴上去 然後把它對折 這個時候打開 它是不是就一個對稱的圖案 對 左右對稱的圖案 然後呢 這個叫羅夏克墨基測驗 這個是非常準的 譬如說這個圖你看到 你是覺得這個像猴子 還像熊 還像天鵝 像蛾 有沒有 這個超準的 因為他們做過大量的實驗 真的喔 譬如說有攻擊性強的人 他會先看到什麼 那比較個性比較溫和的 溫和的會看到什麼 對 所以他們是累積了幾十萬個這樣的個案大數據 在做研究的 所以是準的 喔 這個就不是開玩笑的 對 羅夏克墨基 測驗 測驗 我覺得下次可以幫醫師來做一下相關的那種節目 對啊 讓許多聽眾或觀眾能夠更了解喔 因為我們會發展一個新的平台喔 登 那當心理醫師最怕就是被攻擊被毆打是真的嗎 有發生過啦 不是 你有白說 一定有啊 那個是發生在我以前的診所 對 對 然後就是有一個心理師他個性就比較直 嗯 我們心理師也是有不同的個性啦 喔是喔 當然啊 心理醫師不是都很正向可以馬上去 就是每個都林志玲啊 每個都這樣 對 這個喔 這個其實有一個事實要跟他 都像你要溫柔啊 沒有啦 他人要賣三字金 不配 五字金 哈哈哈 那我幫忙會很開心 對 耶 其實什麼樣的人會成為治療者 你要去想這個問題 治療者 對 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以前受過傷 對 對不對 對 就是久變成兩一嘛 對 然後他以前受過傷 或者他靠著自己的毅力好起來 或者他曾經被幫助過 所以他就更想 幫助別人 變成助人者 治療者 但是他之前的那個八痕真的好了嗎 不一定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他還是很可能很討厭或很恨 以前傷害過他的那個人的類型 下一個他的病人來的時候 他下意識就覺得說 哇他好像以前 就是保冰冷吐在我身上 檳榔渣的那一個人這樣 對那個渣男 對 之類的 所以他潛意識就是對他很不客氣啊 對啊 就酸他啊 很多人都有不客氣 對啊 就是說什麼牙齒怎麼這樣啊 對啊 對 所以心理師也是有自己沒有解決的問題 他不是一面鏡子 也不是一張白紙 心理師也是人 對 心理醫師跟精神醫師是不太一樣的 是不是 嚴格來說台灣是這樣子 台灣是醫藥是分開的 處方權是只有精神科醫師有 所以你去找精神科醫師 他大部分是開藥給你 什麼安眠藥那些的 對 鎮定劑啊 肌肉鬆弛劑啊 那他能跟你講話的時間少之又少 你要想看看他一個診 他可能幾十個人 那一個上午三小時四小時 他能跟你講多久 真的不多 那當然現在有一些精神科醫師 他們是自己獨立出來開業 他們可能一個VIP門診 就是一小時就是跟你一對一談話 但那個診療費就非常貴 那都是自費的啊 對幾千塊 甚至我聽到台灣最貴的 那個精神科醫師 多少 兩萬 兩萬 可是我老實說 你當那種很壓抑 很低潮的時候 你會覺得花那兩萬是值得的 對 我要老實說了 也是逼自己去面對 就是現在這個困境的自己 因為大家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好像看到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好像一看到你就知道 我這跟他行明德卡 很快 就開始這樣讀讀讀 所以心理醫師跟精神科醫師 他們都會知道說 病人在想什麼 或需要被治療 你在想什麼 其實需要你們的配合 就是如果你不告訴我 到底 怎麼樣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我們也不是 就是讀心術 對啊 通靈啊 我也不知道 可是真正 像我 我常疑問一件事 你就是有一些貴婦啊 或者家裡很有錢的 她們有些習慣性 用說謊來掩飾自己的卑微 對 那你有辦法把她扣開嗎 打開她的心房 其實 這個是一個合作的概念 對 就她願意解決 我才能幫助她 如果她都是封閉 她來測試我 到底我是不是很厲害 那沒有辦法 對 因為我發現很多有錢人都會這樣 就跟電影有演啊 是嗎 就是那個貴婦都會說 你一定要幫我保密 我才要告訴你 你一定要簽個什麼合同 她才要告訴她 這一定會的啊 對啊 就像 就算我在電視上講的一些案例 其實你們都 你們知道嗎 是A的性別 加上B的過程 加上C的結果 對 對 因為我不能 要把它揉在一起 對 不能講太清楚 因為台灣太小了 講出來很容易 就有人對號入座 那些做阿發的 但為什麼要講 就是因為希望讓觀眾知道說 其實這個問題你現在也碰到 但你不孤獨 就很多人跟你一樣類似的情況 所以既然我們今天請到邱醫師呢 我們難免我想幫她打個廣告 因為我真的覺得 要讓你心理上真的有一些困難 有些疾病 或者是需要去掏綁的人 對 真的要正確觀念去找心理醫生 因為我剛才講過嘛 你花一小時花兩萬塊 如果說能把我的問題解決 心理問題解決 我才能去 當然要啊 對 然後邱醫師可不可以 我會彈一下廣告 你的看診的方式是什麼 看診的方式喔 這好像不能講 你就就 那不然就講真書的名字就好啊 就名字啊 怎麼樣預約啊 然後你的時間基本上 就上我臉書好了 上臉書 然後要先按讚 不用啦 我有一個 FB的文西 粉絲頁 不用啦 不用聽聽 因為我粉絲頁上面 就可以預約時間 喔 好方便喔 就是FB搜尋邱永林 邱 是耳之鋪那個邱 邱 永遠的勇 很邱的邱 然後森林的林 邱永翰的邱永 他邱永翰的邱永 對 你不知道邱永翰是誰 不知道 完蛋的時代的眼淚 你看你手抓 手抓 不對我來講是時代的眼淚 OK我聽不懂 沒有你看她都還知道是時代的眼淚 我連她是誰 我們不知道 少來 好啦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呢 我們非常知名的這個 他們叫心理諮商是 其實是心理醫師啦 就是邱永林醫師 他特別到我們節目來 以後呢邱永林醫師 會跟我們有一系列的 平台上的合作 沒錯 我們會幫他開闢 很精彩的節目 那也歡迎大家 能夠有機會的話 就在最近 有一個叫什麼 潮Live 對我們會開一個 潮Live的網站 潮Live的網站 然後會做一些影音平台 是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訂閱 跟收看 可以訂閱啦 可以 等他上線之後 我會在發泡定裡面 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想聽邱醫師分享什麼 比如說他剛剛講到解夢 或者是你想要聽他講 其他個案的一些分享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你想聽什麼 我們的頻道就可以 就是為您 心理測驗也可以喔 對 我們就可以來為您 訂入一個頻道喔 對那你對發泡定 有興趣的話 因為很多人 可能會想說 嗯今天為什麼 我們只有榮哥 對啊 我們現在改變 拿去吃了 一個型態喔 因為我們希望 不是只有 臉小的 對 講幹話而已 我們希望是可以 讓大家在聽曲 在放鬆的狀態之下 在上班睡覺之前 聽到一些有趣的知識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了很多幹話 其實重點還是要聽邱醫師講 對 因為我們那個都是幹話而已 不要太care 所以 輸壓 對 就聽喔 心有欺欺喔 因為我們主管 這麼可憐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訂閱我們的商案啊 或者是Apple系統 Podcast啊 然後GooglePodcast都有 對 Spotify 然後可以上FB去搜尋 發泡定 發是發財的發 然後泡是 火泡 火泡的泡 然後 釘 就是一個金再一個釘 釘子的釘 釘子的釘 其實念釘 對 那大家可以去搜尋 好啦 謝謝大家的收聽跟收看 謝謝大家 那我們 有機會再請更多的人來講 不一樣的意見 耶夫 謝謝 掰掰